针对武汉肺炎抗疫的部分 包括了新北市议员戴伟山 眉合了民间企业 来捐赠新北市消防局14具的 移动式负压隔离舱 还有7套的主机设备 为容易接触染病的患者的救护人员 能够有更多的保护设备 新北市议员戴伟山 眉合民间业者所捐赠的 移动式负压隔离舱 可作为第一线警销救护人员的 第一道防线 在移动或是搬运患者的时候 可能会有感染的风险 尤其最近从国外返台的居家警疫者 确诊的病例数不断增加 希望能够给第一线的救护人员 增加防疫的设备 提高执勤的安全性